中方希望美方能够将五步四五一表态落到实处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让四步一五一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迟迟没有落地 最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印尼巴厘岛会晤 在当前中美双方竞争加剧的背景下 两国元首能够面对面会晤本身就意义重大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能够管控分歧 避免由于误解误判或激烈竞争而演变成对抗甚至冲突 会谈中中美双方都释出善意 中方表示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而美方将此前对华的四步一五一表态进行升级 表示尊重中国的体制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通过强化某有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 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 无意围堵中国 美方的五步四五一表态增加了实质内容 在深段上也更加柔软 中美双方的表态为双边关系装上安全防护网 体现中美负责任大国形象 传递出双方愿管控危机的信号 给世界注入稳定力量和信心 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台湾问题是中美元首会晤的焦点 中方明确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美方也表达 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 希望看到台海和平稳定 尽管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还存在不少分歧 但双方对于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有共识 双方都希望将台湾问题纳入红线区进行管控 在中美求稳谋合的大框架下 台独势力想打所谓亲美牌或反中牌的边际效益将递解 首脑会晤的举行 表明因佩洛西窜台事件而降至冰点的中美关系出现缓和迹象 未来双方外交财经等工作团队将继续开展协商对话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有望访华 中美在防疫经济复苏气候变化等议题上 也会有更多对话合作 美方认为中美两国之间不会有新冷战 对于台海形势也表示乐观 但中方更加希望看到的是 美方能够将五步四无一表态落到实处 而不是像之前那样 让四步一无一表态始终漂浮在空中 迟迟没有落地 中美元首会晤传递的积极信号 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中美关系值得期待 台海的和平与稳定 也能够得到维护